幾乎有人打架 圓景立刻趕赴現場 有人已經都被打成頭破血流 還在大呼小叫說要遙人來 情緒幾乎無法冷靜下來 因為糟糕的男子 認為自己好端端的坐在位置上等餐 卻無故遭毆打著 叫他怎麼不激動 王先生回想事發經過 真的好誇張 就在13號晚間 桃園南平路這家小吃店 因為當天客滿 他一個人坐一桌準備用餐 但另一群人進門就大呼小叫 吵著要座位疑似 只是因為對導演對方 竟直接動手打人 甚至拿杯子砸他 走走這些比較小 因為我有中口抵擋 所以有被打傷 打我沒事就打掉了 所以最主要是拿這個紙杯 打到頭過去 而頭被縫了好幾針 臉部也還有滿滿的淤青 只是事後王先生認為第一時間 因為他滿臉是血的電源箱 拿紙巾給他 竟然還被制止控訴圓警有不當執法 對此 霞翠原警表示 當時都有依法辦理 也將動手 謝信男子帶回 依傷害恐嚇 以及妨害免疫罪嫌移送法辦 今天新聞 廖宗慶 王思純 桃園 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